近年来无痕商店兴起 透过减少包装 推广减速的无痕购物商店 像是传统市场 夜市等等都是很好实施的地方 民众在购物的时候 可以自备容器来装东西 就可以减少使用 很多一次性的塑胶带 近年来无痕商店兴起 许多人开始减少包装 采取减速的无痕购物 其实只要有心 自备容器就可以当个行动无痕人 从传统市场到夜市 都是裸装食材的场所 只要自备购物袋或是环保盒 就能减少很多一次性的塑胶带使用 我们现在财东观光业市 陆续都有客人 但就自备一些 比较环保 自备一些自己的环保餐具 来装食物 就是比较环保 那么买张一包就自己带 跟他盒来装 民国91年起开始实施限速政策 其中塑胶带的限制 也成为鼓励民众改变购物成装的方式 想要自备容器以及袋子 就能达到垃圾源头减量的效果 记者陈安如台东市报道